痰在哪,病就在哪 大家好,我是沈医生 今天沈医生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忠诚要挖走你身上的老痰、丸痰、黄痰 你有没有这种情况 总是觉得嗓子里面有痰,咳不出咽不下 有的人甚至都好几年了 咳出来的痰又黄又稠,甚至发黑 同时还总是犯恶心,吃不下饭 有的人身上还会长包块囊肿 大便还会粘在马桶上冲不下去 经常觉得头晕头疼非常懒 只想躺在床上 舌头伸出来一看舌苔又厚又黏 这种情况都在提醒我们身上的痰太多了 痰是太重了 中医有句话,拜病皆由痰作随 痰在哪,病就在哪 这里我们说的痰可不只是嗓子里面的痰 我们这里说的痰是指因为我们身体代谢水液的功能下降 所产生的水湿痰湿 它不只是会存在我们的嗓子里面 还会随着气血的流动到达我们的全身各处 到了皮肤下面就形成了包块 长在了脏器上就变成了囊肿 有的时候随着气血运行到了脑血管心血管中 就变成了脑梗塞心肌梗塞 所以才有了痰在哪,病就在哪这句话 如果你发现身上有了这种痰是过重的表现 其实就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及早化痰化湿,赶走我们身上的烙痰玩痰 才能预防严重的疾病 今天沈医生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忠诚药 叫做菊红丸 可以清肺化痰止渴 菊红丸用到的药分别是化菊红 治斑下瓜露皮 石膏 陈皮 茯苓 结梗 紫苏子 宽东花 苦杏仁 紫碗 折贝母 帝皇 麦冬和甘草 化菊红可以 理气宽中 造势化痰 折贝母可以清热化痰 配合陈皮 治班下 茯苓 一起 健脾造湿 理气化痰 再用苦杏仁和紫苏子 来降气化痰止渴 紫碗 宽东花 瓜露皮和石膏 可以加强方子清热化痰的作用 帝皇和麦冬可以滋饮凉血 防止造湿化痰的药物 耗损阴血 最后再加一味甘草 调和所有药物的药性 防止药物的偏性伤害身体 你学会了吗 需要注意的是 所有的药物都要在辩证的基础上使用 如果你自己拿不准的话 就可以寻求医生的辩证指导了 以免伤害身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